民眾排隊走在高架軌道上 顯像環身看了觸目驚心 醉魁禍首就是3號上午的強震 造成新北捷運環撞線軌道 部分錯櫃全面停止 事發位置就在環狀縣板星站到中原站之間 不僅量住錯位 軌道大約位移50公分 首要之急的話就是說 先把我們有錯位的這些鋼梁的一些軌道 先不要讓它做運轉 做一個最保險的一個動作 先把它做一個固定 不要讓它再繼續一個惡化 新北捷運局表示 這段路線橫跨大路口跨距最長 鋼梁有10層樓高 儘管單軌錯位 但另一軌還是無法引運 擔心雙邊交互影響 捷運局不敢情呼 交通的部分大概會配合去做圍設 等到明天 應該是明天可以這個防洛橋裝置 把它做好初步的做好以後 我們就可以先恢復地面的交通 今天晚上上一區做進一步檢查之後 才比較能夠知道說 這個橋樑的部分 可以讓它歸位回正的時間 環狀縣一天預料大約8萬人次 這次碰上大地站 捷運局啟動應變計畫 從新北產業園區到大平民站 提供全線免費的接駁公車 畢竟乘客安危第一 確保安全無餘才敢恢復通車 大愛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台北市